誰是被害者第二季要回來囉 除了原本的徐瑋寧 王世賢張再興 這次還加入了新演員 其中好久沒有演戲的蘇慧倫 一回歸台劇 就要演髮衣 真的是要嚇死他了 有去做了一些 事先的準備功課 就是有安排跟 真正專業的髮衣碰面 然後 其實 那個髮衣 就因為他一坐下來 然後他就開始播那個 他的真實的驗屍照片 結果我沒有心裡準備 我就被嚇一跳 其實我在現場 因為我必須要 去現場驗屍這些 所以那些特畫 就是他們在做的時候 我就會一直在開機前 一直去看 就是要看到自己 不會有那種害怕的感覺 這樣才能夠 所以你看有多逼真 妳回家有夢到累了 我有做噩夢 真的喔 有做過 但到目前我自己只做過一次 有十年跟張小熊所做 我是二十年 那時候在 就是跟他 碰到拍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講到 之前合作過 然後 他就忽然冒一句說 那年我十九歲 我就 噢 這樣 據點 據點 而且士賢哥第一次碰到 我居然叫我惠倫姐 讓我超級訝異 然後我就說 欸他怎麼會叫我惠倫姐 他明明比我 嗯 哈哈哈哈 而除了惠倫姐之外 騰鋼定也是隔了十年 才又來台拍戲 沒想到他會接下演出 僅是一場誤會 當初是因為我聽錯了 蛤 我以為這個是從日本過來的檢察官 但是後來發現 真的是就是全中文的戲 再講這麼多中文台詞 會不會很困難 當然啦 中文很痛苦 現在 哈哈哈哈 導演已經開始說 他們就是在同情我了 誰是比較幫助你比較多的 在說中文這件事情上 小廖吧 哈哈 小廖 他就有很多台語的那個 髒話 髒話 不只是髒話 還有什麼 就是 就是他手機裡面有比 那個 他的那個變換單 就加一些台灣語言 單純只要有金錢 就到處都是潘金蓮 哦 一擺知識隨你擺 一擺一擺 知識隨你擺 一千一千 陪你一整天 那是這種的 是四賢哥現場 你都聽他們就是兩個人在 我沒有 我剛好不在 哈哈哈哈 高均哥視頻很新耶